文史诗百态品人生滋味 欢迎来到一关古今 我是小易 虽然晚清非常落寞 但是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朝代 在巅峰时期发展的还是不错的 在康乾盛世的时候 清朝确实非常强大 但是在清朝的历史上 最有作为的皇帝可不是康熙和乾隆 康熙皇帝虽然是平定了三番 至秦敖拜 但是在晚年的时候 清朝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军队涣散 贪污腐败 整个国家都渐入了绝境 所以康熙并不算是明君 清朝最为幸运的皇帝莫属是乾隆了 在清代的全部帝王里边 他一生最受的是 两任先皇的宠爱和重视 雍正皇帝在历史上是很出名的 在他继位之后 大力地改革清朝的制度 消灭贪污腐败 并且大力地发展江南的商业 算得上是一国明君 要知道当时的雍正帝 在位期间并没有几个儿子 而乾隆又在清王的安排之下 在13岁的时候见到康熙 自此之后 他的命运就开始转变了 他在位期间 不仅没有受到像奥拜那样的 权力极高的大神的威胁 也从来没有感受过 乱世纷争的局面 算是从政比较轻松的一任皇帝 他从当皇帝的时候 国内的人口不断地扩大 兵强马赚 要比大清初期要好很多 再加上当时的天下太平 根本也没有看到 什么部落有造反之举 这一切全是他为了 自己的圣民所做的事情罢了 乾隆在位64年 纵观乾隆的一生 总的来说 也算是很幸运的 乾隆的执政能力 没有雍正好 要不是雍正为清朝 续命百年 还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呢 好了本期就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